近日,人民币对美元创三个月以来新高 而对美元接下去的走势 花旗表示,随着美联储再次开始通过购买更多美债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 美元上行空间已不大 紧接着,彭博社报道指出 目前,离岸市场空投力量也出现下降 做空人民币的空投们开始撤离 特别在中国央行第六次发行央行票据的背景下 这意味着,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紧缩效用 而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走势保持总体稳定仍是大趋势 这更意味着,外资将持续增持人民币资产 据联合国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最新数据显示 前六个月,中国吸引外资730亿美元 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在此背景下,大量国际机构投资者风向已经转向 早已开始布局做多人民币 同时,离岸市场空投力量也出现锐减 多数境外机构投资者认为 做空人民币的空投们已经开始出现撤退 有专家认为,近期,一些国际投机者试图通过做空人民币谋取暴利 事实证明他们严重误判了形势 相比于做空者的误判和损失惨重 我们注意到,敏锐的国际投资者正在加速做多中国市场 被誉为最有远见的华尔街投资大师罗杰斯 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铁杠粉丝 罗杰斯认为,受膨胀美元和高估美股的影响 美国或面临比2008年金融海啸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比如,美联储已经宣布将在接下去数月内 合计向市场放水,注入新的美元流动性5400亿美元 而如此快速而猛烈的印钞速度将意味着正是向全球发出了变相的量化宽松的信号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美元储备货币的垄断性地位 美联储每一次货币松紧举措都将牵动着全球多个市场的经济走势 自9月17号以来,美联储已向货币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 10月初更是连续6天放水超4490亿美元 以压低利率,这是美联储十多年来首次在货币市场开展此类操作 而低利率会降低货币对追求收益的投资者的吸引力 而此时中国债券的优势得以体现 这体现了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感到担忧 比如,据加拿大邮报近日援引埃博特大学的最新报告称 中国买家在加拿大的投资正在下降 2019年前6个月 中国买家对加拿大的投资额中的新交易数量 从165比下降到了92比 对此,华尔街日报近日分析称 部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债和房地产市场撤出的国际资金 却在强劲地流入中国市场 比如,自A股被纳入名胜指数以来 有超5600个新开设的沪深港通账户通过北上投资 自2019年以来,北上资金通过沪股通 已经成交了34807亿元 进入10月以来,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 也达到了124.09亿元 延续第三个季度的净买入趋势 这些都表明国际投资者对A股信心增强 而9月和4月,中国债券先后正式被纳入摩根大通 和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后 高盛分析师称,到2022年底 估计会有1万亿美元资金净流入中国债券市场 其中,2500亿美元可能来自全球央行机构 因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进一步扩大 中国资产的吸引力进一步上升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